各位朋友大家好 2月11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突然宣布 俄罗斯承认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两个共和国脱离乌克兰独立 这一下震惊了世界 普京此举等于给世界画了一个新的格局 这么一来世界各国就一下子出现了三个阵营 第一个阵营是反俄罗斯阵营 第二个阵营是挺俄罗斯阵营 第三个阵营就是怕俄罗斯阵营 第一个反俄罗斯阵营是以美国为首的北越 还有欧盟的大部分国家 以及日本澳大利亚这些传统的亲美国的国家 这个阵营是非常的清晰 也就不必多说 第二个阵营就是挺俄罗斯阵营 在俄罗斯表示承认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两个共和国之后 古巴 叙利亚 委内瑞拉 尼加拉瓜 南奥塞地的五个国家 也表示承认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两个共和国 他们是力挺俄罗斯 这就是第二个挺俄罗斯的阵营 虽然国家不多 但这些国家的立场都很坚定 要跟着俄罗斯走 第三个阵营就是帕俄罗斯阵营 这主要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他们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领土 因为他们担心今后俄罗斯也会吞并他们的领土 但是这些国家也不敢反对 所以这些国家至今还没有承认 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两个共和国 他们都不表态不支持也不反对 这些国家有白俄罗斯 阿塞外疆亚美尼亚 哈萨克斯坦 吉尔基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斯别克斯坦等等 可以说这些国家被俄罗斯大胆的侵略行动给吓坏了 他们怕俄罗斯也会出兵侵略他们 美国也不会管的 这样一来 他们当然就怕了俄罗斯了 只好敢怒而不敢言 不敢说话了 最有意思的就是中国 他居然也成为怕俄罗斯阵营的一员 按道理说 中国世界上GDP第二大的经济强国 俄罗斯的GDP只相当于中国广东省的一个省 那中国按理说不应该怕俄罗斯 可是北京居然也成为一个怕俄罗斯的阵营 北京当然也不满俄罗斯公然吞并乌克兰的领土 北京也没有承认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两个所谓共和国 所以北京没有加入挺俄罗斯的阵营 可是北京对俄罗斯又是敢怒而不敢言 他对俄罗斯的这个侵略行为啊 根本也不敢提什么抗议不说 连说话都不敢说 就是典型的敢怒不敢言 在2月22号北京外交部记者会上 外国记者就对北京外交部提问说 北京的立场到底你是支持俄罗斯呢 还是反对俄罗斯呢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回答 极为滑稽可笑 他既不说支持也不敢说反对 总而言之说的那种摸棱两可的这种态度啊 可以成为一个相声搞笑的段子 我们下面就摘录几段 这次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的回答 法新社的记者问 俄罗斯承认分裂地区是否侵犯乌克兰的主权 国家部发言人汪文斌说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 任何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尊重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应当得到共同维护 乌克兰问题演变至今与新明斯克协议迟迟未能有效执行密切相关 中方将继续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折与恶方接触 乌克兰局势正趋于恶化 中方再次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通过对话谈判缓和事态化解分歧 路透社记者问 中方是否承认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 这两个新的独立国家呢 汪文斌回答说 我刚才已经介绍了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乌克兰问题有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因素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没有发生变化 中方主张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和平解决争端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通过谈判化解分歧 避免局势继续升级 日本广播协会记者问 请问中方这是支持俄罗斯的决定 还是不支持俄罗斯的决定 汪文斌说 中方将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折 同有关各方保持沟通和应对 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 任何国家的安全利益都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 真正的安全应该是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 我们再次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 通过谈判化解分歧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 我们对乌克兰东部局势发生的最新变化表示关注 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通过谈判化解分歧 避免局势继续升级 所以我们看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如此的尴尬 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 人家问你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还是反对 他们就是不敢说 所以这也看出来 北京怕俄罗斯是怕到一个什么程度 而且虽然是北京这么怕俄罗斯 俄罗斯还不给北京面子 公然对北京打脸 我们就看下面两个新闻 2月19号 北京外交部长王毅在德国木议黑安全会议上 谈到乌克兰局势时表示 中方认为乌克兰问题 各方应尽快回到新明斯科协议这一原点 当前各方应该切实负起责任 为和平而努力 那么俄罗斯是缺席了这一次的德国木议黑安全会议 所以北京在俄罗斯缺席的情况下 就等于是作为俄罗斯的代言人 所以他在这个安全会议上声称 解决乌克兰问题要回到新明斯科协议来和平解决冲突 当时还有不少人认为北京这个说法就代表了俄罗斯的意思 因为北京号称他和俄罗斯是一个战略伙伴关系 俄罗斯就应该对北京交底告诉北京他的底牌 其实俄罗斯根本就没有和北京交底 这就是北京自己想象 他认为俄罗斯想回到新明斯科协议 来和平解决这个乌克兰危机 所以在两天之后俄罗斯就对北京打脸了 在2月21号普京宣布 俄罗斯承认乌克兰东部的两个共和国之后 普京就公开表示说 新明斯科协议已经不服存在 这就是说普京公开就撕毁了这个新明斯科协议 北京希望俄罗斯回到新明斯科协议来和平解决俄罗斯危机 而俄罗斯却说新明斯科协议已经不服存在了 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了 这不是公然就对北京打脸吗 那么在俄罗斯表示新明斯科协议不服存在之后 北京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张军 2月21号又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言 呼吁各方要保持克制 要继续开展对话 要和平解决这个乌克兰危机 所以这又是北京向俄罗斯呼吁 希望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 但是北京这个呼吁又遭到俄罗斯的打脸 2月22号 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 他就表示说 俄罗斯不需要同乌克兰政府和平相处 梅德韦杰夫说 俄罗斯很清楚 一旦承认顿巴斯地区的两个共和国独立 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但是俄罗斯拥有坚强的神经 他们不需要和乌克兰和平相处 这样一来 等于说俄罗斯又拒绝了北京和平 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这个建议 再次对北京打脸 过去一段时间北京一直强调 他们和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密切 叫做背靠背 相互支持 相互支援 在2021年10月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 中俄两国不是盟友 甚至盟友 2021年11月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又说 中俄两国是猜不散 压不垮的真伙伴 今年1月北京新华社发文称 中俄两国是背靠背关系 相互支援 相互支持 共同对抗美国 在不久前的2月5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北京冬奥会之后 北京外交部副部长乐宇成说 中俄关系上不封顶 没有终点站 只有加油站 也就是说直到半个月之前 北京还声称 他们和俄罗斯的关系只会越来越好 上不封顶 那么过去北京不停的强调 中俄关系怎么样密切 其实就是对美国示威嘛 就是表示 我们有俄罗斯老大哥的支持 中俄两国 我们要联手对抗美国 看你们美国怕不怕 然而北京跟美国吹嘘说 中俄关系如何铁如何密切 美国还没害怕 北京自己嫌害怕 因为北京突然发现 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一个危险人物 是一个冒险家 北京不但没有从俄罗斯那儿 得到什么支持和保护 反而要被俄罗斯绑上战车 要突入一个战争的泥潭 就在普京离开北京之后 北京政治局常委七个人 闭门开了好几天会 研究怎么样来应对乌克兰危机 他们的研究结果就是 要和普京拉开距离 否则北京就要被普京绑上他们的战车了 但问题是北京现在已经为时已晚了 他们已经被普京绑上战车了 已经上贼船了 是下不来了 所以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 现在表态这么尴尬 他们这么怕俄罗斯 这是因为不久前 就是在2月3号 习近平和普京签署中俄联合声明的时候 他们有了一个相互支持 相互支援的条款 就是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 那么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支持北京 据北京参考消息2月7号的报道 就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当天 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宣布 中国合作没有禁区没有止境 两国将在乌克兰与台湾问题上相互支持 并一致同意要加强合作 也就是说在2月3号 中国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的时候 习近平向普京承诺 将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 普京也向习近平承诺 将在台湾问题上支持北京 那过去北京之所以敢在乌克兰问题上 支持俄罗斯啊 就是他们认为 普京不会真的在乌克兰动手啊 他们认为普京啊 就是嘴上喊一喊 打一个嘴炮 派部队到乌克兰边境去搞一点演习 吓唬一下人 他不会真动手的 这就和北京派军机到台湾附近去骚扰一下 吓唬一下台湾 也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当时北京是很乐观的认为 普京呢就是瞎诈唬嘛 他不敢对乌克兰真的动手 这样的话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的承诺 就是一个空头承诺嘛 一句空话嘛 也不用付什么代价 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一直到今年二月中旬以前呢 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一直是明确支持俄罗斯 为俄罗斯站台 可是到了二月中旬左右 北京突然发现情况不太妙 因为普京好像真的要对乌克兰动手了嘛 这样一来呢 北京也就怕了嘛 因为习近平在二月初和普京共同发表这个中俄联合声明的时候 他是在乌克兰问题上做了承诺的 是要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的 因为既然做这样的承诺 现在真的在乌克兰问题上出问题的话 那北京要把这个承诺付出兑现的 所以到了真的要把这个承诺付出兑现的时候 北京害怕了 二月十九号呢 北京突然转卖立场 在乌克兰问题上 他们要保持中立了 因为北京担心呢 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会惹出什么大事 要遭到美国的强烈制裁 那如果北京支持俄罗斯的话 就会陪绑啊和俄罗斯一起被制裁 那这时候北京就开始耍滑头了 就违背了他们对俄罗斯做出的承诺 在乌克兰问题上不再支持俄罗斯了 但问题是北京违背承诺 在关键时刻开溜了 没有支持俄罗斯 那么必然就激怒俄罗斯嘛 激怒普京 那么北京也要遭到俄罗斯报复 遭到普京的报复 这是概率非常大的 因为当初中国双方是相互做出承诺的 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 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支持北京 那么现在北京毁约 背弃承诺不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了 那么俄罗斯当然也就不会在台湾问题上继续支持北京了 一旦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不支持北京的话 那就会让北京在他的一个中国的所谓外交政策 就要彻底破产 就会对北京造成一个非常致命的打击 比如说俄罗斯政府的高官如果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所谓两国论 就是违背北京一直坚持的所谓一个中国原则 现在是北京听到谁要说台湾 他就要跟谁急 立陶宛只是说建立一个台湾办事处 北京就气急败坏就要制裁立陶宛 那么假如说俄罗斯高官 他说台湾不属于中国 那么北京要不要制裁俄罗斯呢 要不要对俄罗斯抗议呢 如果说北京对俄罗斯这个说 台湾不属于中国一声不吭也不敢抗议 那么其他国家就会跟上来嘛 比如说立陶宛也会跟着说台湾不属于中国 日本也会跟着说台湾不属于中国 那么北京就没有办法对立陶宛对日本进行抗议了吗 或者进行制裁了吗 因为立陶宛和日本的说法和俄罗斯的说法一样 都是说台湾不属于中国 那为什么北京对俄罗斯的说法就不声不响不抗议 那他还有什么理由去抗议立陶宛和日本呢 那么这样一来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跟着说台湾不属于中国 那北京不就傻眼了吗 他也没办法抗议了吗 所以整个北京这个一个中国原则就破产了嘛 所以说现在在台湾问题上 如果北京真要遭到俄罗斯的报复的话 俄罗斯政府高官真要说台湾不属于中国的话 那北京那真是吓坏了嘛 那他对俄罗斯要进行抗议制裁 那北京也没这个胆量嘛 俄罗斯这样的流亡国家是什么事干得出来 就说翻脸他就可能翻脸 所以呢 一旦是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要翻脸的话 可是北京也没有什么理由就是谴责俄罗斯了吗 因为是北京自己先违背承诺 在乌克兰问题上自己先翻脸的 他也没有理由指责 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翻脸了 因此这次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还真是得罪了俄罗斯 他们确实也很害怕 因为俄罗斯要报复北京的手段实在太多了 最简单的报复手段就是在台湾问题上 报复北京一下北京就受不了 当然了 俄罗斯也会捏住这个北京这个软肋的 就是说他要把北京捏住 要陪绑要跟上俄罗斯的战车 要高价码俄罗斯的能源向俄罗斯输送利益 否则俄罗斯翻脸就是翻脸不认人的吧 过去北京和美国关系好的时候 他还能指望美国能保护一下 现在北京和美国又闹翻了 也没人保护他了 所以这次北京还真是怕了俄罗斯了 就变成一个怕俄罗斯阵营的 在俄罗斯面前战战兢兢 敢怒而不敢言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